哈囉 又是我的運動時間啊 現在已經過十二點了 十二點零八分 七月一號 然後 今天比較晚 因為白天工作嘛 就產生酸了 產生酸了 所以我要去排酸 排酸其實跑步最好用 真的 做鐵工的以前都常常吃什麼中藥 那個消除那個酸 其實那沒有用 後來我感覺 感覺跑步其實最有用 跑步真的是能夠排酸 慢慢跑就 把那個酸 那個三級醬乳酸就排掉了 跑完就覺得很 QUEEN WATER 真的啊 每天六公里這樣跑 原本不想跑 而且都 剛才那個 就是 我幾點啊 我就吃飽 七點 七點 差不多七點到家嘛 然後 八點多 吃東西 九點就睡一下覺 睡到 十一點多 我覺得 唉唷全身痠痛耶 覺得全身痠痛 然後累 我覺得 唉唷 就是這種感覺都是常常這樣子 工作上那種累喔 就是爬上爬下的 然後 一直 哭著啊 然後一直持續啊 這種痠 這種痠痛 很快很快要累積 累積在身上又排不掉 就 痠痛 痠痛痛 跑步其實不會 跑步就是把身上那些乳酸慢慢 慢慢代謝掉 所以 我蠻喜歡跑步就是可以排酸啊 因為最早以前 我老闆那時候介紹吃那個中藥 那剛開始吃第一天有效 隔天更痠痛 那不好 真的 做體工業他們都要吃一些中藥 我覺得 對身體不好 然後 其實 其實跑步最好排酸的 這 這 跑了四年了 今年 今年快四年了 然後 快三千公里了 真的 有時候真的很累 跑一跑 就全身就是很舒服啊 那不一樣跑快 就是慢慢跑 痠痛就會慢慢排解掉 然後 裝備啦 要著裝啊 這第一次 還好 沒臭耶 今天帶這個啦 我認 帶三次吧 顯眼一點 白色的還不錯 然後又要這個啦 這個 看一下很亮耶 你看 長按 蛤 滿好用的 有這種一個 哎唷 蜘蛛絲耶 這有一個缺點啊 像這個的 鬆緊帶啊 會 這種 其實有它的手柄 它會 越用越鬆 哇 今天外面風很大耶 滿涼的 還會牽著很多蜘蛛絲 討厭 底足戲 尤其 尤其下雨啊 然後風景啊 就會有蜘蛛絲 在上面 這風嚇死人了 今天在公地 下午在公地 那風真的是 跟颱風沒什麼兩樣 不管啦 那也是要那個啦 這很 真的很髒在洗啊 插一下 所以 我不會直接 把這個 弄在頭 啦 經過一個帽子 那有帽子 它這邊可以吸汗 你跑步的時候會流汗 流到眼睛很難受啊 那這個重量其實也還好 這PC Home上面買的 對啊 PC Home上面買 它有它的連線 用個一連 都沒問題 昨天換的 然後今天 排酸嘛 今天我打算跑很慢啊 我剛開始配速應該也是 也差不多7分40秒 然後接下來就不想跑快啊 因為我今天肚子 吃了一碗飯 呃...9點多 呃...8點半嘛 那時候吃了一碗飯 然後一個...在之前吃了一個肉包 拿一個科學面 然後... 肚子現在東西蠻多的啊 所以...不打算 跑很快 不要 我是要去排酸的 排酸的 把身上的酸痛排掉 所以... 運動不要說... 都習慣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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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一定會留到一堆汗 你看這幾天都是用... 狂低的 所以運動其實... 其實沒有...不要特別有目的啦 其實我之前... 你看我全馬也跑過啦 半馬跑到N次啦 我全馬總共跑過... 兩次 第一次自己自足的 第二次是參賽比賽的 第二次是因為腳瘦症 所以完賽7小時用走的 第一次是5小時43分 跑完自己自足全馬 隔天還去做工喔 上班喔 去工地喔 早上喔 齁...太猛了 那時候體能狀態最好 那時候十公里跑 五十四分三十二秒 然後那時候... 巔峰的時候了 2018年 那時候體重蠻瘦的 那時候... 就刻意減重嘛 73公斤 現在沒有啦 現在八十一二 太重 所以... 體重重不要跑太快 大致上這樣子 還不聊了 等一下會... 應該會破十分鐘 OK 下一段見 哈囉 好玩啊 喔... 跑一跑全身舒服了耶 七月份第一次跑 然後一樣 呃... 今天... 比較沒有用心跑 就是... 排汗而已 沒有用心跑 所以... 汗還沒有用低的 還是會有啦 你看...凝結了 你看... 沒有像昨天跑這麼的用心 啊... 不能每次都跑這麼用心啊 會很... 會很累啊 今天六點二八 平均配速七點七分半 四十七分 你看光那個就差六分鐘了 昨天昨天就差六分鐘了 所以今天是... 慢慢爬 然後...要排酸的而已耶 然後... 然後... 還算啦... 就是... 慢慢跑而已啦 就是... 排...排那個... 身體的乳酸 然後... 先卸裝備 啊... 卸裝備了 口罩 第二次 明天再用一用 差不多了 我沒有每次都很用心跑啊 我沒有每次都很用心跑啊 這帽子也差不多要那個了 那帽子還不錯看 你看Nike的 有沒有聽到 打勾是用一顆一顆的 現在買...現在買不到這個感覺了 現在都有那個一個Mark 一個那個打勾的 這個就沒有你看 一顆洞的 然後打顆勾 那不錯看 然後... 六公里是覺得差不多啦 六公里時間就很長 跑最快四十分而已吧 跑最慢頂多讓你五十分 我覺得都有運動的效果 對啊 現在這個年紀我... 全馬跑過了啦 這種東西是皮成績 我又... 沒有很厲害 原本天明真的不是很會跑的 只不過我覺得 跑一跑其實全身舒服了 那個感覺 嗯...其實跑步齁 前三公里 前兩公里 三公里是會比較累 因為... 衝一下子衝來快快很喘 我的方法就是通常熱身啦 就是慢慢跑 要是熱開了 身體熱開了 冬天或夏天 熱開了就全力跑 然後... 跑很快 然後... 呼吸不會喘 舒服的狀態 那個就是... 就是那種... 跑步的感覺是喜歡這樣 我是喜歡那種感覺啦 所以... 你是要叫我 第一公里就衝出... 那個... 五分半配速 我現在做不到了 我那時候第一年... 2018年... 那時候十月份有... 有這樣子 那時候跑... 五... 十公里... 五十四分三十二秒 那一次就有了 從第一公里到第五公里 平均配速都是五分二十幾秒 還要五分十幾秒 哇賽 那時候體能很好 真的很好 那時候穿田徑褲跑 然後路跑鞋 路跑鞋 我還是可以穿著跑 不過... 對腳傷還是比較大 因為我現在體重比那時候都重了很多 那時候... 才七十三公斤而已 現在... 八十一二 差不多八十二吧 那體重這麼重 不建議 所以你要刻意瘦身 可是... 吃東西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叫我... 不要吃東西 哎呀... 我覺得我不喜歡 就是... 我就覺得... 努力跑步就是為了想要吃更多的美食 然後... 拍給大家看 對啊... 現在是沒辦法 所以... 沒辦法 然後... 就是... 只能吃泡麵而已 泡麵... 然後吃飯 泡麵的話... 我知道泡麵不營養啦 可是我是當宵夜吃啦 OK 好啦... 那就分享到這邊啦 最後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我 掰掰再見